我是經過你的面前 你給我難題什麼 我等一下就一到警察執權司司法 把你帶反手查證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喜歡我就跟你的 雙方爭論不修 小王問獎好生氣 警方同樣不甘示弱 吵得不可開交 問獎卻是堅持己見 你第一個 破壞國家的友誼關係 第二個 我並不是在你的前面 被你抓下來難聽 我而是經過你之後 我靠右裙子 讓客人方便一下 我出門紅線嘛 我出門紅線嘛 誰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最後相互吼叫 你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起因是小黃在紅線 讓客人下車 進出的人潮相當的頻繁 可是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下車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 他的這個南港高鐵站的設計 他的規劃不是很恰當 氣氛又委屈 最讓問獎不能接受的 是明明很多人都這麼做 卻覺得唯獨自己被針對 司法可以用比較柔性一點方面的來處理 並不一定要對我們這些百姓 就好像看作是壞人一般 就是再看一次問獎跟警方兩人對話 大聲什麼啦 你大聲什麼 幾乎都要斷了理智線 雖然再多怨言 紅線違規停車就是不對 問獎自知理虧 對於違規紅單也只能摸摸鼻子 乖乖叫罰款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